新竹金牌客运 今天行金牌大新竹分院堂的急诊室 突然车子外切到对象车道 造成前面的车子无法通行 引起不少车子按喇叭抗议 这一幕被录过的诚信网友 全都录还将过程 跑到新竹爆料公社 标题还问公车是这样的吗 照片和影片跑出来后 受到网友讨论 有网友直呼真的太扯了 根本就是大三宝 也有网友批太夸张 好像都要让他一样 录他开的这起违规大逆向的情况 让不少网友直呼就去检举 因为这不只是关系到司机的一条命 而是全居人跟用路人的命 对此记者致电给金牌客运 客运表示因为晚间是下班时间 这样无法对外回应 新竹金牌客运行金牌大新竹分院堂的 急诊室未接到对象车道 被路过的网友全德鲁 特网图取自新竹爆料公社 分享